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琥珀会散发淡淡的香气 均有安定神经的效果 更是被拿来当作宗教法器 据说赵飞燕就是用琥珀做的枕头来帮助睡眠 到了清朝 琥珀更是被拿来作为满朝文武 上朝的时候要佩戴的朝珠 当然地位高低 也决定了可戴朝珠材质的高下 能够戴到琥珀的一定是地位崇高之人 琥珀东西方的珍宝之一 西方社会称它是人鱼的眼泪 或是太阳之石 中国传说它不但能辟邪 招服 更是佛教七宝之一 水晶若是佛谷 琥珀就是佛血 更有一说它是老虎的灵魂 根据汉书里面它记录最早的 它说老虎的目光看到土里面 然后这个木光或者老虎学滴到土里面 然后从那个地方去挖 一定可以挖到琥珀 思路开通后 不少尊品就从波罗的海东传入中国 辽 金等边疆民族最爱琥珀 除了代表勇敢无惧 琥珀历经万年的日月精华 拥有神秘力量 相传能根据百病 你如何利用千年琥珀为夫人疗伤 老虎是用古籍记载的方法 即使琥珀内的经营中 发挥解敌之效 根据《本草纲目》记载 琥珀可以安内脏 定魂魄 凝精神 也就是说它有一点类似 精神镇静记这样的意涵 所以琥珀在珠宝的使用上面 也被用来代表佛教的戒定会 三种法 快点把琥珀关系丢过来给我 我带你逃住皇宫 你知道皇宫器官重重 我不带你出去 你是此地了 在辽戴宫廷中 琥珀是最珍贵的奇珍异宝 加上玉器产地太过遥远 取得不易 琥珀甚至比黄金还贵 辽国是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狩猎生活下 他们把凶猛的熊 和主要猎物水鹿 磕在琥珀牌上 俐落简单的刀工 描绘黑熊 在树林间捕杀水鹿的过程 象征气单人的勇猛 兄弟们 这是我远方来的朋友 他的功夫十分了得 一掌就打死了一只熊 因为熊的话是很凶暴的动物 那对他们来讲 勇士的话 杀熊的话 能杀到熊的话 是很至高无上的荣誉 有那种勇敢的意思 这块琥珀方牌 正面是山中熊 代表秋山 转到背面则是春水 上头画的鸟类 就是边疆民族最尊敬的海东青 贝勒爷向皇上恭请圣安 特命奴才们带来一只海东青 敬献给皇上 海东青是黑龙江附近 最凶猛的鸟类 从出土的摆事中看得出来 身形比老婴小的海东青 迅速攻击一只湖中天鹅 目露凶光 其实女真族非常 就是等于精神象征的一种鸟类 因为它个头很小 然后但是速度很快 力气又很大 那它等于是有点 表现它们在行军上的那个 就是雷厉风行那种感觉 不希望我会被咬死的 除了这些动物 包括外来的狮子 西单民族也认为是勇敢的象征 在琥珀上用简单的金弓线条 刻画出狮子勇猛凶恶 不但可以辟邪 更能招来好运 到了辽津 它的狮子的造型也是很凶猛 就跟各个朝代都不一样 而且是一个长形的 而且是一个长形的 不是一个比较说头大大的缘 不是它头好像比较尖 颈部的地方好像比较粗壮的 所以这是辽津的狮子的特色 明代的 我说嘛 见了银票不投降 我还没见过几个 到了清朝 贵族男子戴的小圆帽上 有着玉器 玛瑙或是琥珀制作而成的帽花 因为保存不易 其中又以琥珀最为难得 上头通常会有牡丹 代表着花开富贵 喜鹊和梅花则象征洗上梅烧 双龙献瘦就是长寿之意 来来来 咱们同饮一中 普天同窃 中国人在重要节庆 爱说吉祥话 琥珀所雕刻的花鸟动物 一样象征福气 不过龙凤在清朝 属皇族所有 民间不得僭越而用 阶级明显 就连巢猪所使用的珠宝也分等级 此公祝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金鸾殿上 无品以上的大臣就得佩戴巢猪 琥珀制作而成的巢猪 金银透光 质地轻盈 实为上品 尤其是富含佛教思维 皇贵妃或是当朝天子 祭天时都会佩戴 皇帝皇后后妃们 他们如果要去祭拜天地 或是去参加一些祭典的时候 那更要是圣装出发 那这种东西就有它的一个神圣性 小公公 小皇公 您瞧的是玩好玩尽管的 皇上啊 明知让你来取两部经书 实则是犒劳你那大大的功劳 琥珀属于舶来品 多半是由皇帝遇刺 即使皇宫大臣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更嫌琥珀珍贵 加上佛教义礼 吉祥概念 若是在科上辟邪神兽 更添神秘的尊贵色彩 琥珀也是相当受到欢迎的陪葬品 常常被制成握手 也就是死者手中握的宝物 像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契丹成国公主之墓 公主手上的握手就是用琥珀制成 代表她手握权力 要继续得到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在墓中也发现了大量 残造型的琥珀 也展现了他们的生死观 因为残一生四变 最后破井而出 化成鹅飞翔 象征死后灵魂离开肉体 展翅高飞 而死亡只是另外一种蜕变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这个陈国公主之墓 到下来看看这几个节目